今天要跟大家聊一点比较具有时事性的话题 有一个这个女艺人她求职5年 居然取了将近100克 肚皮扎针扎了快200针 但最后好不容易成功了 居然还开庭 试管啊已经用科学的步骤去控制很多条件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子一直失败 今天我们就请到这个很专业的 黄兴慧医师来跟大家解惑 医师好 大家好我是三菌总医院生殖不孕科的黄医师 我们台湾的生殖的技术啊 已经在全世界排名前三名左右 但是它的试管的成功几率的话 它就是它的极限在啦 第一个就是大家结婚越来越晚 准备怀孕的年纪也越来越晚 相对来说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女生或者是男生 尤其是生殖细胞的减速分裂 它的出错机率也就越来越大 我查到一些数字我自己超惊吓 有人做了25次的试管 然后他三年自己就扎了1000多针 然后还有人为了要备孕 一天吃了25颗药丸 备孕用了50支 在您的这个门诊过程中 是不是也遇过这种千辛万毒的病感 这病人真的是相当辛苦啦 就是他开始试管疗程的时候 岁数不算是非常大 他大概38岁左右 他其实取出来的软数不还不少 但是在受精的时候 他其实受精的状况并不是太好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成功的机会 取软取了三次 植入了五次到六次 中间的话 当然我们有做过蛮多的改善 那一开始的话 他只能养到第三天的受精卵 植入过四颗啊 植入过三颗 其实都失败 后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他的受精卵去解冻 然后养到囊胚 植入囊胚之后他还是失败 那我们就考虑到 他是不是内膜接受胚胎的时间 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做了内膜的容疏度检查 发现他也是正常 那他应该很崩溃吧 很崩溃啊 我们也就是压力很大啊 就跟病人讨论 必须要考虑要不要做 在测体的检查 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他跟先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先生认为这就是几率的问题 但是身为女性 我就跟他说 我们在植入失败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太太本身要用药 一次的植入的话 都是一个周期的时间 时间就让慢慢慢慢的过 他从38岁 然后做到现在是40岁 经过我们这样的讨论 他就可以接受这次的受精卵 要去做胚胎的切片 也还蛮幸运的 他这次送了三颗的染色体 有一颗是正常 在最近的话 我们就植入那颗正常的胚胎 终于就怀孕了 终于怀孕了 真的 他之前来看门诊的时候 都不会笑 第一次我跟他说 恭喜哦 怀孕了 他也是面无表情 那我就很惊笑 我想说 哎呦 怎么了 第二次来看到心跳的时候 好不容易就是笑了 因为他就说 已经习惯那种失败的感觉 他怕太早高兴的话 他这次又要失落一次 为他觉得很辛苦 胚胎他染色体异常 可能就是造成 没有办法怀孕的 大部分主要的原因 这时候 通常你会建议 病患要怎么做 病人尝试试管 几次植入过胚胎都失败的话 我们还是会建议他 可能要做植入前的胚胎染色体检查 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以排除掉说 我们植入异常染色体的胚胎 提高我们着床的机会 年龄真的是个硬伤 因为不管是说像子公年有异常 或者是说其他的问题的话 其实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药物可以治疗 但是年纪我们只会一年一年的往上升 年纪一大 他的染色体的异常几率就会比较大 所以他才会造成我们试管容易失败的问题 女生的卵子啊 他就不会再增加 他会逐年的减少 像男生的话 金子其实他的数目是有可能会增加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握住年轻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管是自然怀孕还是试管 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自然怀孕为什么年纪越大越辛苦 他在染色体如果说分裂是异常 他就可能会早期的流产 甚至是说他根本就还没有感觉到怀孕之后 他就没了 在试管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有蛮多的检查的工具啊 可以排除掉染色体异常的这个机会 其实筛选出来他会帮我们选出最适合最佳的胚胎去植入 但是他可能也会筛选出有一些异常或者是部分异常的这些胚胎 那这些胚胎是都没有办法植入了吗 但是希望可以植入整被体的胚胎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病人大部分都年纪比较大 所以他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正常的胚胎可以用 反倒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部分正常部分异常 称为是相牵型的胚胎 他如果只有相牵型胚胎可以用的话 根据医学的研究指出说 其实胚胎它本身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所以只要异常程度不是太高的话 在子宫啊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自我的修复 其实他的异常程度会改善 然后甚至小朋友正常的出生之后 他的异常程度又在慢慢的变少 PGTA基本上啊 他就能帮你找出你胚胎里面的一军跟二军 都是能打仗的兵就对了 但是你一定要做了PGTA 你才知道有哪些兵可以用 PGTA的话他看到的是染色体 做到染色体的检查之后 对我们其实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武器 但是没有做的话 其实我们都只能用他的分裂是否平均啊 有没有碎片之类来做胚胎的分裂 形态长得再漂亮 他其实也有可能染色体是异常 怀孕之后 那我前面的步骤感觉都做得很仔细的 后面的产检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 我们要首先先了解到所谓做PGTA的话呢 我们是在第五天的囊胚期 从外面的滋养层取出部分的细胞来 那这些部分的细胞它其实未来是会形成胎盘的 做它的染色体分析 所以其实不能百分之百说做我的PGTA是正常的 就代表这个胎儿本身是正常 后面还是有功课要做 对因为我们的细胞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分裂 分裂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难保它会出处 其实刻刻都在变化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如果真的你的身体许可 或是说你也可以接受做检查的话 像是我们现在有NIPP啊 16到18周的时候抽羊水跟羊水晶片 这些检查的话其实都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 是达到成功的怀孕 你前端如果做试管做了PGTA 其实你后面的宝宝的追踪的这些检查验得更重要 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人是植物相牵型的胚胎 成功怀孕之后 其实这个后续的检查就更重要 因为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说 他的相牵型是否有成功的被修复 我们说那个宝宝要抱得到才是真的 所以从前面我们从PGTA挑胚胎这么辛苦 到后面的后续追踪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专业的医师 给你做完整的建议跟咨询 试管路走起来才不会那么辛苦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黄医师来跟大家分析这么多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跟医师来聊聊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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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